笑 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唷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阿菜的頻道 今天啊我收到包裹 我直接大驚嚇 怎麼那麼大一個 聖誕節的時候啊 就是會有很多廠商啊 寄東西給我 但我沒有想到這個會這麼大 如果知道的話 我前陣子一直喊我的背很痛 沒錯 就是換椅子的時間到了 今天這一台厲害了 市面上還沒有的 羅技 Herman Miller 聯名的椅子 然後還有他們家的產品 我們趕快來開箱 哈 開箱就開箱 請問我為什麼今天一來還有舒嬅 然後我也要穿成這樣子 今天是不是配腳配搭 他他才是穿腳 喔 不好意思今天我是配他是不是 好啊二話不說 我們來開箱 來 欸他真的看起來很大耶 而且這樣椅子啊 基本上我在去年 我就已經看過他的廣罩 G913 鍵盤 這支滑鼠也是跟我同款 我身邊的人都買了不知道幾支了 因為真的非常好用 欸好多喔 欸呦 YETI YETI我樓上也很多支 然後他這次是跟羅技聯名是不是 好猛喔 都跟時尚之時尚聯名 然後再來 喔這台我也有 這一台呢照起來會比較柔和一點 就不會像之前的C922 C920 這麼的陽鋼 所以這些都是給我的嗎 沒錯 大家羅技爸爸一個掌聲好不好 羅技爸爸一個掌聲 羅技爸爸這麼有心 今天阿菜直接抽 這一支影片下面留言 我愛羅技 這一支鍵盤就送大家 詳細資訊大家請看資訊欄啦 重頭戲來了 我們馬上來開箱 那個民眾2號 聽說你是第一個拿到的網紅 我跟你說 我不是第一個拿到的網紅而已 我是全台唷 唯一一個有的網紅 有錢也買不到 因為我做過很多電競儀 我也做過人體工學儀 等一下我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猛喔 是這樣開的嗎 我真的是追不穩的 追不專業的開箱 不好意思啊很少在開箱啊 欸 它是已經煮好了嗎 欸 不用自己煮耶 好感動喔 我跟你講我這個人的弱點 就是我最不會煮東西啦 每次叫我煮東西 我就肚子痛頭痛 唉唷 哪裡都痛啦 太棒了 太棒了 不愧是專業 百姓們加油 有了有了有了 我們開完箱了 它還不用煮 非常的方便 然後我看到它的第一眼 我就覺得愛上了 它比我想像中的 輕盈許多 等一下呢我們會來介紹一下 這張椅子的功能有什麼 基本上我做過非常多家的電競椅 其實我覺得電競椅呢 就是炫炮 有型 款式多 但是我覺得如果要做很長久的話 其實我個人覺得人體工學椅 是更優秀的 如果你是要長期打遊戲的話 你的手把不要有往下彎 打遊戲的時候 才能支撐到你所有的點 所以我覺得人體工學椅的話 可能會再比較優秀一點點 因為我一直就非常想買 Herman Miller家的椅子 直到它跟邏輯聯名出現之後 我完全無法抵抗 這張椅子呢 基本上我已經等它等了 差不多快一年吧 今天終於看到它 我剛一坐下去 那個感覺就非常不一樣 我真的覺得一分錢一分貨 現在呢我就來帶大家看一下 它有什麼功能 首先呢我們先來看到這兩邊 這兩邊有一種手把設計 一開始我看到的時候我想說 試玩恐怖遊戲太緊張 然後要 很害怕抓住嗎 不是 我剛看了一下 它是那種 頭等艙的概念 就是那種可以躺平 腳可以往前放的概念 你坐著的時候 這邊感覺沒有支撐點 你想要支撐點 好來 喔有了有了 喔有沒有 它就一整個撸出來了 等於說你下面整個可以這樣做了 像我就非常喜歡翹腳 就是這樣子 然後打 你是這樣子嗎 我是打開啦 現在不能打開啦 然後我就覺得很舒服 然後它這邊的空間非常大非常夠 再來我要來講一下這個手把 這個手把很特別 你來把它拉起來 它是往內的 你看到了嗎 它是往內的 然後它非常好拉 它不只可以往內它可以往外 兩個扳開了 你再拉上來 它就變成平的 如果你們是 呃長時間坐在電腦前 打遊戲啊 那這個就是剛剛好 它完全支撐到 完全支撐到你的手的 最前面 所以我覺得非常舒服 而且它這邊是 做得很寬敞 除此之外 它的美觀是非常高的 我剛剛看到它 我就覺得質感實在太好了 好再來 看到旁邊這邊 這邊有一個圓圈圈呢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對不對 我們現在馬上來告訴大家 有時候呢 你會覺得身體不舒服 或是身體痛的原因是因為 可能桌子比較高比較低 那通常大家 不用去改桌子 你只要有一張好的椅子 你把你的身高調好就可以了 那是站起來嘛 然後 喔 欸 它的高度是高到 我的腳已經選空了 我現在就是根本跟女王一樣 這五則天意吧 適合各種身高 如果你今天是很高的人的話 基本上你做它是剛剛好的 如果你覺得說 啊有點太高了 我不舒服 沒關係我們再把它降低 所以這個可以自己調整 再來椅子 其實它的背很重要 你通常姿勢不良 你的坐骨神經 或你的背會痛呢 都是來自於手跟你的背 所以呢這個backfit非常特別的就是 當你旋轉這裡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的背 喔 往前 以及 往後 你可以自由調整 好來後面它還有一個東西叫做 請養控制器 非常的巧妙 來我們請人類來坐在這個椅子上 好來我們現在這個請養控制器 第一段 沒有辦法養很多 對 我們往下壓一個 第二段 喔開始越來越多囉 有一個囉 第三段 唉唷 第四段會不會整個躺在我身上 第四段 好像可以耶 很舒服耶 好基本上它就是有四段 我們剛剛看到的 然後我從後面看到非常多不同的東西 等一下我們來講一下 這一款電競椅呢 是由Hermann Miller經典的Embody 改進而來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的是 它基本上黑色的主體 再加上這個欄 你會在邏輯的任何產品裡面看到的 就是經典欄 兩個調和的非常的好 Embody呢熟悉的這個龍骨設計 基本上呢 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來了 然後你坐上去 來我們請向我們的民眾 你們可以看到 它的支撐點是非常好 這是他們非常好的科技 再來就是它非常的透氣 傳統電競椅呢 它用的材質呢 跟它基本上是差非常多的 再來我們看到它的透氣感 這個整個椅面呢 跟身體接觸的地方 一般電競椅並不會這麼透氣 因為他們使用的是皮 那這一款電競椅呢 它採用的是最新型的 同住涼爽泡沫技術 坐下去彈性非常好 然後我們現在試坐下來 來 阿牌你來幫我拍一下這邊 來我們坐下去 你就可以看到 它的那個彈性啊非常明顯 再來就是這張椅子 它有十年的保固 我覺得非常的值得 我現在坐在這張椅子上 已經差不多有十分鐘了吧 我感覺到就是 我身體的所有重量 都被這張椅子分擔掉了 有時候你坐久了 你會覺得你腿有點痛啊 哪裡有點痛 就你的身體濕力點 會在某一個地方 但是你坐上這張椅子 它椅背的弧度 是我覺得這張椅子 技術最厲害的地方 就很像你買床的時候 你在睡覺的時候 它不是說你的那個 臉骨 你的脊椎 會完美的服貼在上面 其實我講再多 大家也沒有辦法體會 如果這張椅子未來 在市面上有在販賣的話 真實的自己體驗才會感受到 等一下呢 我們會請沒有做過的攝影師 以及助理來感受一下這張椅子 然後請他們說出他們的感想 好啦 現在歡迎我們的妹妹 來 請坐 非常有榮幸啊 你知道嗎 有什麼感覺 它是會坐下去 你往後靠一靠 它會再回彈 我之前做過的沒有是這種電競 它都會像阿蔡剛剛說的 背後這邊會懸空 你的意思是說 你不是走電競路線的 但是你是辦公式型的 辦公 然後它這邊旁邊的話 它的寬度非常大 就像如果我要這樣彈腳 坐在辦公室打電腦 或是我想要這樣的話 基本上都是沒有問題的 是蠻舒服的 好 下一位 這個平常是打遊戲的嘛 對不對 那當然 平常呢 我自己也是在坐電競椅 我平常坐電競椅的時候 說真的 他們那個的材質不透氣 只要天氣一熱 坐著坐著 我人絲椅子也跟著絲 我懂我懂 就像我會覺得很熱 就真的是不可 像你說的什麼 會絲絲的 然後可能會長什麼東西之類的 好 來 我們請下一位 你坐下去 這是怎樣啊 睡死是不是 太舒服了都睡著了 因為我平常也是坐電競椅 然後我是長時間打電動 跟長時間剪片 然後電競椅的 那我感覺是 它其實只是曬棉花 它不是真的去支撐 它只是曬棉花 你可能軟軟很舒服 那你坐久了 你可能就會 腰痛啊 然後還有剛剛講就是 它的皮 其實你坐久了 它那個皮會裂開 然後你可能大腿就會去刮刮刮到 然後其實電競椅也沒有很便宜 就覺得就很不值得 可能坐一坐它又壞掉了 電競椅的廠商 會不會從進以後就討厭我們 他們要從中去趕進 對對對 我們有好的榜樣 我們就要試著去學習 因為畢竟它是電競椅 加上人體工學椅 嗯 這一張 還有羅技聯名的電競人體工學椅 現在呢 目前還沒有販售 但是呢我聽說好不好 我聽說 價錢的range到底在哪裡呢 猜猜看這一張椅子多少錢 要破10嗎 不用 八 你猜八 五六萬 這張椅子其實非常有range 我聽說它的價格在五萬到八萬之間 大家可以稍微想一下 剛剛阿菜已經幫大家比較了一般的電競椅 或是一般的人體工學椅 以及這一張電競人體工學椅的不同在哪裡了 好啦這就是阿湘呢 阿湘阿湘的開菜 這就是阿湘呢 近幾年收到最寶貝的禮物了 我覺得有它我非常的開心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大家喜歡阿湘開箱系列的 就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阿 那我們就會做更多更多的開箱給大家好不好 大家掰掰 掰掰 妳開箱的東西都很高級耶 那是肯定 因為我是國際人 不只美食啊 還有人生物品這個公道婆了 那什麼時候開箱飛機 開箱飛機之前就可以 因為現在疫情 要不然的話 如果是在香港的話 直升機 自然飛機我都可以開箱起來 我的朋友都有